我們介紹下一個講者的嘉賓就是盧毓明教授 盧毓明教授分別在1986年和1989年拿了文學士和醫學士的榮譽 令到他在1994年和2011年分別拿了哲學博士和醫學博士 目前盧教授就是香港中文大學李嘉誠醫學講座教授 李嘉誠健康科學研究所所長 以及中文大學的醫學院副院長 亦都是化學病理學系講座教授 他亦都是在國際文獻裡有279個文章發表過 亦都是拿了很多的獎項 今天他的題目是說非侵入性產前診斷從夢想到現實 有請盧教授 謝謝主席 產權診斷現在已經是苦產科學必須的過程 但是現在主流的產業診斷通常是用具有創傷性的技術 像抽羊胎睡一樣 而每次我們做這類技術有1%的機會 就算是完全正常都會因此而流產 所以很多孕婦在做產業診斷之前都會很擔心 我在醫學生的時代 就在想有沒有辦法 可以將風險降到最低 我在1997年的時候就在想 有沒有可能 在懷孕期間的嬰兒子 會將他的DNA放到媽媽的血 我那時候做的研究其實很簡單 就是如果媽媽是在懷孕的嬰兒子 有沒有可能嬰兒子 會將他的男性染色體放到媽媽的血 我1997年的時候做了這樣的實驗 結果發覺原來真的會 就是說如果孕婦是懷孕的嬰兒子 那他的血裡面竟然有男性的DNA 就是說 如果抽孕婦的血章 其實你就可以檢測到嬰兒子的正常 或者不正常 我們就知道這個DNA 原來在第七週懷孕 已經開始會看到 而接著他的水平是越來越高的 因為嬰兒子越來越大 但如果你說 在百分比來說 你可能會很驚訝 知道原來 在媽媽的血章裡面 竟然有3-6%的DNA 是嬰兒子的 而這件事在1997年之前 是沒有人發現過 而自1997年 現在世界上有很多研究隊伍 用了這個技術 來做產前診斷 其中一個最簡單 當然就是用這個技術 知道嬰兒子是兒女 因為有些 跟性染色體有關 例如血有病 主要是影響到男生 而另一樣 是很多人用的 就是用這個技術 來測試嬰兒子的血型組合 因為在百種人 有85%的人 是resis positive 有15%的人 是resis negative 如果媽媽是負的 嬰兒子 是症 那她會有機會 有些病發症 所以這個技術 已經在歐美 已經被採用 但現在當然 如果你說 香港或中國 其中一個最重要 產業診斷的應用 就是想知道嬰兒子有沒有糖氏綜合症 所以我們發現這個技術之後 很多人問我們 可不可以用這個技術 來做糖氏綜合症的檢測 答案其實很難 為什麼難呢? 因為嬰兒子是兒女 你就看看有沒有Y染色體 嬰兒子是resis 症 你便看看有沒有resis 基因 但糖氏綜合症 就是因為 我們第二十一號染色體 由正常的兩條 變成三條 所以這個技術 就要很Demanding 就是要數一下嬰兒子 有幾條染色體 也在這裡講一下 關於遺傳學的東西 大家知道我們 總共有四十六條染色體 二十三對 而其實 最長的就是第一號 而短一點是第二號 如此地推下去 二十一、二十二 其實就是很小的染色體 而糖氏綜合症 就要數一下 二十一號染色體 是兩條 是三條 而這件事就很難 為什麼難呢? 就是因為 我只是告訴你 大約5%的媽媽血章裡面的DNA 是嬰兒子 如果嬰兒子有糖氏綜合症的話 那麼她的血章裡面 媽媽血章裡面 第二十一號染色體的濃度 應該是高一點 問題就是 我們可不可以測試 高了一點 究竟要多靈敏才能做得到呢? 我們現在知道 孕婦的血章裡面 每一個CC 大約有千個細胞的DNA 我只是說過 有95%是媽媽的 5%是嬰兒子 95%是媽媽 就應該有1900條 第二十一號染色體 如果嬰兒子正常的話 這50個嬰兒子的基因組 就會有100條 二十一號染色體 如果嬰兒子不正常 這個數目就會增加到150條 那麼想像 如果你在試驗室裡 有一個技術 可以令你數 那個媽媽的血章裡面 有幾條 第二十一號染色體 如果嬰兒子正常的話 你的答案應該是2000 即是1900 加100 如果嬰兒子不正常的話 就會變成2050 即是說 如果你能夠發明一個測試方法 可以分別2000 從2050 那你就可以破解了這個 如果你跟任何做DNA測試的人來說 他會說是不可能的 因為一般人做DNA測試 他用一個技術叫做PCR 就是將DNA複製 由一個分子變成兩個 兩個變成四個 即是我可以分別2000和4000 但不是2000和2050 所以如果2007年以前 你跟任何的專家說 這個技術可否做測試糖尸狀陰症呢? 他會跟你說是不可以的 除了我們那個研究隊 除外 即是我們一直很想破解這件事 那麼到2007年的時候 我就想到一個方法 就是逐個DNA分子去數 那麼我就計了一條數出來 如果你數得很多很多分子 你的分辨能力是會增加的 那麼我計了一條數 你會說是數以十萬計的DNA分子去數 那麼在那時候 就有很多人會笑我們 就說 你數以十萬計的DNA分子 是沒什麼可能做得到的 那麼但我們很幸運 在2008年 就已經發展了一個技術 開造這件事 那麼這件事 大家可能要聽過 叫做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那麼就是用這些儀器 來分析我們的驚組 那麼你知道第一次 要破解人類驚組 是用了近十五年的時間 那麼但現在用這些新的儀器 竟然兩天我就可以破解你的驚組三次 那麼為什麼這些機器這麼厲害 就是因為這些機器 就用這些玻璃片來分析驚組 那麼你看到每塊玻璃片 就有八個channel 可以分析八個樣本 那麼而在每塊玻璃片上面 就是分析整億粒DNA分子 那麼這些每一個就是一粒 那麼我們就想了 如果你抽媽媽的血 那麼裡面有些BB仔的DNA 紅色的那些 將它裡面很多很多的DNA分子 的排序是排了出來的 那麼因為我們已經知道人類的驚組了 那麼所以我就可以知道 透過電腦就可以告訴我 每一條這些DNA分子 是哪一條染色體得回來的 就是我就是說 Crumsum 1, 2, 3, 4, 5, 6, 7 那麼接著我就可以畫一個圖 就畫不同的染色體 在媽媽的血漿裡面 的百分比是多少 就是每一條染色體 我可以計算這個百分比 譬如我們知道第一號染色體 正常程之下 就是黑色這個 是佔我們驚人組的8% 而第二十一號染色體 就是唐氏綜合症那一條 正常是佔1.5% 那麼接著我們就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我就想一下 究竟血漿裡面的DNA 是不是也是這樣 那麼就做了這幾個血漿樣本 就是不同色這些 那麼你發覺其實原來 血漿DNA 是跟我們的驚人組 是差不多的 究竟不同色的是什麼呢 第一號系列的那些 就是一個媽媽的血漿 而她是陀著BB女的 二號系列就是媽媽陀著BB仔的 而三號呢 就是一個成年的男性 譬如我自己的血漿 那麼最有趣就是這個地方 那麼如果你是男性 當然我可以看到 我的男性染色體 但是有趣地 我們也可以看到 那個BB仔 如果是媽媽陀著她 我也可以在媽媽的血漿裡 看到那個BB仔的男性染色體 如果BB仔是女 那你就看不見了 但是如果看X 更有趣 我男性 那個X的水平 就大約是女性的一半 但是最神奇 如果媽媽去驚兒子 她血漿裡面的X染色體的濃度 是會低過如果媽媽去驚女 當我看到那一點之後 我就知道 原來我們已經破解了 我要破解的東西 因為這裡的話 用DNA排序 你就可以在媽媽的血漿裡面 知道BB仔不同染色體的濃度 如果我做到X 照計我可以做到 第21號染色體 因此我們就決定去做了 我們就決定用一些很簡單的 統計學的技術 我用一個叫做Z score 就是告訴我 我每個個案 我給了一堆對照 一堆control 看看它有沒有分別 如果沒有分別 Z score應該大約是零 如果有分別 它應該高了 那問題是做不做 我開始做 就做28個個案 就是第11週的懷孕期開始 而每個個案 我抽媽媽的血 我就分析了大約 1000萬個DNA的分子 接著就計算Z score 即是有沒有分別 大家看到 第1號到第5號染色體 Z score大概是零 即是沒有分別 6號到10號 都是沒有分別 11到15 都是沒有分別 16到20 都是沒有分別 但最有趣的是 做到第21號染色體 你看到綠色 和紅色 即是很高 那些是什麼個案 原來那些個案 全部的媽媽 是在唐氏綜合症的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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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可以知道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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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個樣本大約要港幣6,000港幣 所以以往的18個月,我們就想想有沒有辦法 可以每節做多些個案 以及可以將價錢減少一些 還有,第一次做是100%準確 如果做多些,是不是也是這樣呢? 所以我們最近做了一個大型的研究 這個研究是由很多中心一起聯合做的 包括在香港、倫敦和荷蘭 我們做了一種753個個案 這就是現在全世界最大型 用這種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做的研究 而其中有86個是糖氏綜合症的例子 這個也是很大的 因為每800個出生的嬰兒 才有一個糖氏綜合症 所以我們其實是要數成五萬多個人 才可以找到86個 還有,我想要弄它便宜一點 而第一次我講的就是 每部機器裡面有八個channel 即是每次開機可以分析八個樣本 而我們今次的研究 想看看可否每個channel 是分析多個樣本一起做 而我們的做法是怎樣呢? 就是將我們 sequence 的時候 再等一件東西,好像一個bar code 就是每個病人的 sequence 是不同的 我排除了出來之後 我們就看看那個bar code 看看這個排除是病人一號、二號、三號 這樣做 那一開始我們就很aggressive 我們就試一下可否八個病人 原本一次過做 做了750多個個案 結果發覺Sensitivity 是 79% Specificity 是 99% 而這個就是ROC curve 即是如果是一個perfect的測試 它應該是上了左上角 這個測試其實都不差了 就是在這個位置 然後我就想著 可能八個patient一次過做 就太過ambitious了 所以結果我就做了兩個個案一起做 今次你看到百分之百的Sensitivity 而Specificity 是 98% 而你看到它幾乎是一個perfect的測試 因爲那個ROC curve在左上角 而這份文章 其實今個禮拜 就是英國醫學雜誌發表了 這個答案其實很重要 因爲我覺得其實 這個答案 這個技術其實已經可以常規應用 它其實就告訴我們 只要我們來每個個個案 排除到一千萬個DNA分子 我們的Sensitivity 就是 100% 而Specificity 就是 98% 而這個很重要 因爲現在用最新一代的DNA排除而 我每一部機 每次開機 可以分析到10億個DNA分子 那就是我可以把這10億個分給100個病人 即是每次開機 你可以分析100個樣本 如果當你買一部這麼貴的機 當你每個星期只開一次 那就是一部機 每年可以做到五千個個案 那這個東西有沒有用呢 那隔閡案是有用的 因爲譬如香港 我們有700萬人 每年我們有6萬個懷孕個案 而香港 醫管局其實有Provide一個 唐氏綜合症的Screening 的技術 即是用超聲波 和測媽媽的血裏面 有些荷爾蒙 而這些技術 通常是有5%的假陽性率 而現在這5%陽性的女人 就會做秋陽胎水 我們想像是如果這5%不做秋陽胎水 而做了這個新的技術 那會怎樣呢 即是說有3000個個案 是需要做這個Sequencing 技術 那我還告訴你 一部機其實每年 香港已經分析了5000個人本 那就是其實一部機 已經可以搞定整個香港 所以這個技術雖然是貴 但其實我相信是affordable 而這個技術將會越來越便宜 而將來說不定便宜 我們可以不用做常規的技術 來測試糖氏綜合症 直接就用這個技術 那我相信可能你說的5年左右 就可能會有那一天 那到現在來說 我相信其實在產前診斷 做糖氏綜合症的檢測 這個技術其實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 但問題就是這個技術 我們究竟可以推到極限是怎樣呢 譬如說 有沒有可能整個BB的基因組 都在媽媽血章出現呢 你可不可以抽一個媽媽血 整個BB所有三十億個基因密碼 都可以破解出來 那這個就是我們兩年前問過的問題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很難的問題 為什麼難呢? 就是因為在媽媽血章裡面的DNA 其實原來是碎收收的 那就是等於你去試圖 去砌一個這樣的砌圖 而這個砌圖是數以百萬片的 還有另一個難度呢 就是BB的DNA 是在媽媽血章裡面出現的 而媽媽血章裡面 大部分的DNA 是媽媽自己的 百分之九十的DNA 那就是好像 在你砌這個砌圖之前 你還撈十倍另一個砌圖進去 然後才可以砌 所以兩年前我想這件事 那時候 開頭就覺得未必可以做得到 大概一年前 那我就突然有一天 去看一個3D的電影 我突然想到 我其實那時候是看哈利波特的 那時候一開始 它有H字 就向我飛過來 那我見到兩H字 在3D 就見到好像一邊 跟另一邊 好像有兩半一樣 那在那剎那 我突然有一個零細 就想到了 其實嬰兒的驚人組 就有兩部分 一部分 就嬰兒在爸爸那裡 另一部分 就是嬰兒在媽媽那裡 那我可以分兩邊 來破解這件事 那就是說 如果你有爸爸和媽媽的驚人組 你又比較 那個爸爸和媽媽 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有沒有一些東西 是爸爸有 媽媽沒有的 然後你就在媽媽的血章裡面 去找這些東西 你找完之後 其實就破解了一半 這個就是嬰兒 在爸爸那裡遺傳來的驚人組 另外一半 嬰兒在媽媽遺傳的驚人組 就更加難了 為什麼難呢 我告訴你 嬰兒的DNA 是在媽媽血章裡面出現 裡面 媽媽是大部分的 就是說 任何東西的嬰兒在媽媽那裡遺傳來 媽媽自己都有 你不可以找到一些東西 是嬰兒獨有 而媽媽沒有 所以這件事比較難 難呢 就是怎樣破解 我就想 媽媽每個染色體 都有兩條 一條 媽媽在她的爸爸遺傳來 另一條 媽媽在她的媽媽遺傳來 然後媽媽懷孕 就會將其中一條 給了嬰兒 然後嬰兒 就再將這條 放回媽媽的血裡 你可以想像 原本在媽媽的細胞裡面 這個綠色和橙色的這條 比例是一比一 但是因為嬰兒 放回去 他的比例就會轉了一點 令到橙色的那條 多一點點 即每次我看到一件事 是多一點點 那個就是嬰兒 在媽媽圍著 那你想像 你做完整個橙色組 那就搞定 以上講的好像比較複雜 所以我就想 用一個比較 illustration 給你看 這張照片 就是爸爸害怕 而這張照片 就是媽媽害怕 而嬰兒 嬰兒 有一半從爸爸來 另一半從媽媽來 但是我就說 嬰兒的橙色組 在媽媽的血漿裡面 是散秀秀的 即是等於 這篇東西 碎了 然後還混在媽媽那裡 我的做法是怎樣呢? 第一 我就看爸爸的橙色組 和媽媽的橙色組 找些東西 只是爸爸有 媽媽沒有 很明顯 就是這朵花 即是說 我就在一個橙色組 試圖 找回那朵花出來 你看到是這樣 你做完很多次之後 你就可以砌回爸爸的一半 這一半就完成了 媽媽那半怎麼搞呢? 因為嬰兒的DNA是碎收收 而媽媽自己的DNA 也是碎收收 放進去 所以你要找一些東西 就找一些東西 是這幅圖 是重複了的 那個就是嬰兒 在媽媽那裡遺傳 你看到已經難很多了 不會像是說 找一幅花那麼容易 但如果你很小心地 你看到原來這裡 是重複了的 所以你想像 如果你重複 是重複這樣做 你就可以破解整個嬰兒的驚組 那這個理論 真的能做到嗎? 那答案是可以的 我們就在威爾斯親和醫院 找了一對孕婦的結婚 那她的媽媽和爸爸 都是月形地中海貧血症的攜帶者 那她的媽媽就是十二週懷孕 那她抽了一些血 然後就去分析她的血章的DNA 那這件事其實很難的 為何我告訴你 要破解唐氏綜合症 你每個DNA樣本分析一千萬個分子就完成 但今次做這個技術 我每個要分析四十億個DNA分子 即是等於我排序你的基因組 六十五倍 那當然這麼多數據 而出的數據是大約二十TB 即是很多 即是你買一部電腦 即是你買二十部電腦 那個Hard Disk所裝 所以我們就要在整個數據中心 去分析這些數據 但結果做完半年之後 那個分析 結果是真的可以的 即是我可以在媽媽的血裏 破解整個BB仔的基因組 就是藍色這個 而這個紅色這個就是媽媽自己的基因組 而這些就是染色體 而透過這個破綻的基因組 我其實就可以找BB仔 遺傳的任何遺傳病 例如月形中海貧血症 那個基因是第十一號染色體 我看這個地方 我就可以知道BB仔是否正常 譬如在這裏 正常人的排序就是 這裏最頂的藍色這個 而爸爸 他其中有四個密碼 這個CTTT這個位置 就是刪除了 那我就可以發現 原來BB仔是遺傳了這個特變的 然後我再找BB仔是否遺傳到媽媽的特變 結果是沒有的 就是BB仔是遺傳到媽媽正常的染色體 即是說BB仔只是一個月形 地中海貧血症的攜帶者 即是不需要擔心的 即是說你用這個新的技術 就一次過一個測試 我就可以掃描整個BB仔的基因圖譜 而你可以想像是在任何地方 我可以掃描 譬如那個地方最常見的五到十種遺傳病 而現在這個技術暫時還很貴 但我相信 五到十年左右 就應該會很便宜 而這個技術 就剛剛在十二月公佈了 就是一個科學系列的雜誌 他選擇了做封面 最後就是一個結論 就是希望大家知道 在懷孕期 BB仔的DNA 是可以在媽媽血漿裏面出現 而這個技術 就令到我們可以做非常相性的產前診斷 而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技術 就是這個叫做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現在我們已經破解了糖氏綜合症 亦最新發展了這個 全基因組的掃描技術 最後就要多謝我的研究隊伍 去 generate data 給大家 以及我在香港或者國際上的一些 collaborator 多謝各位 非常多謝 盧教授一個很精彩的現講 結合了很多人腦、電腦 以及現今的科技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問題 黃強醫生 有什麼問題? 你專門做產前的 對於這個新的技術 是有產生過信心的 所以我覺得開頭 剛才我講到頭兩三年 做只是 restrict to a high risk 我覺得是一個 在策略性上來說 是一個 good 的 move 而且可以令到我們的實驗室 可以在開始慢慢開始 循序漸進去做 因為如果你開始做 已經有很多個案 你不知道一下子 是否接受 做不到 所以我覺得開頭 只要 restrict to that 被香港的三千個 high risk 或者澳門也要 比例上乘 是一個 good move 但我相信到三年之後 這些技術 其實現在的價錢 減低的速度 比電腦跌價更快 因為電腦跌價 是指摩斯羅 即每十八個月 跌一倍 但現在這些技術 它每年是跌四倍的 我相信如果說三到五年 它價錢對任何人來說 應該不是一個問題 按照剛才多多說 如果舉一個例子 香港每年六萬個 pence cases 如果以5%的 positive 就是high risk來講 都是三千個 case 那以澳門來說 我們都有四千個 delivery 每年的話 那其實我們都有 如果是都有應該 二十個 case 不止 三百 三百 我們有四千個 delivery 如果5%的話 我們就有二百個 case 二百個 case high risk 那將來有沒有考慮 我們都可以 香港和澳門的 population 可能都很接近 那 我們有沒有可能 我們都可以做這方面 澳門的研究 可能會不會 跟香港有什麼相近之處 就是有沒有機會 可以合作做這些方面的研究 我想合作機會是一定有的 我想我們 可以繼續談下去 我估計我們應該會 二零一年之內 希望可以在威爾斯那裡 提供這個服務 那那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看到 究竟我們的 spared capacity 有多少 我們可以研究一下 好 多謝大家 好,由於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在這裡結束 多謝 再次多謝盧教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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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